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中行投资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张陶打人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 这个后续呢,有三件事情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一个呢,就是这个张陶被捕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张陶的老领导被处理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被打的那个85岁的老科技工作者 我是给他这么一个头衔,老科技工作者 他出来发言了,好,这三件事情 那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说一下 我昨天呢,说了一件事呢 就是有一个叫刘仲敬的人 这个叫刘仲敬的人呢,我昨天专门说了 他呢,在中国是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毕业 学历挺高啊 然后呢,好像他的智商也挺高的 然后口才了得 这个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看我昨天那个视频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说,我这个人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危害性会很大呀 然后他的这个危害性有可能 比法轮功那个李洪志要大呀 因为现在呢,他已经洗脑了很多人了 很多人已经在追随他了 如果他继续再发展下去呢 因为他的学历高 因为他的智商高 因为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好 他都把这个分裂上升到理论了 这个危害性呢,会比法轮功那个李洪志有过之而无几 更何况呢,他现在在美国 美国又会支持他 美国肯定得扶植这样的一个人才呀 所以呢,我就昨天就说呀 这件事情,如果谁 在中国政府里面 你有人,对吧 越高越好 最好赶紧的把这件事情呢 反映到中国政府里面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呢,从中国跑出来在国外 他这个危害性呢 比李洪志和郭文贵加起来都还要大 哎,结果完了以后 我做完了以后啊 有网友就跟我说 说梅吉啊,这个人啊 其实他搞事啊 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他就搞事 在国内的时候他这套理论呢 他就已经有了雏形了 在国内的时候他有出书啊 他也影响了一些人啊 那会儿说就有人在追随他 他那会儿呢 就要成立什么大蜀民国啊 要成立什么巴蜀利亚啊 这乱七八糟的 绝大部分人就觉得 他就是一个神经病 但是呢,也有人追随他 国内的中国政府 早就对这一帮人呢 进行处理了 只不过这个刘仲敬呢 他说想方设法 他跑了,跑到美国去了 他是那个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嘛 然后说武汉大学呢 都把他除名了 都不承认他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生 学校全都以这样的一个学生而为耻 他和李洪志呢 一样 全都在中国已经是臭了大街了 但是呢 中国确确实实有一些人 说是呢,受了他的影响 说是现在国内呢 有一些人呢 就宣布说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帝国 而且呢 这个刘仲敬啊 他说他自己是总统 对吧 他这个大蜀民国这个总统呢 他们说 他们还选举来着呢 特别搞笑的是呢 选举的时候 这个刘仲敬呢 竟然没当选 被另外的一个人夺权了 另外一个人当选了 就是一个闹剧 然后国内呢 也有一些人就做起来了皇帝嘛 比这个刘仲敬还邪乎 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国 或者成立一个什么什么朝 然后呢 就自己做皇帝 说也是在参了四川 一个很边远的一个农村 那个村里面啊 就有人就把那个村里面啊 就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国 一个什么什么朝 然后呢 他自己宣称呢 他自己就是那个皇帝 还任命什么宰相啊 这个大臣那个大臣 更邪乎的是呢 还招很多的妃嫔呢 还招很多妃嫔 然后每天晚上还翻牌 让谁侍寝 就很邪乎啊 就他们四川呀 因为四川呢 他有很多地儿 都是一些农村嘛 偏远的那个地方 天高皇帝远 真的是他很偏僻啊 就这个做皇帝呢 竟然是还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至少一个月 反正是 做了这个皇帝 政府竟然都不知道 做了好长时间的一个皇帝了 还天天晚上翻牌赤寝 后来呢 就让公安机关给了捣毁了 说在中国呢 现在确确实实 这个刘仲敬呢 他有一定的影响 或者说呢 像这样的神经病吧 有的那神经病 可能不是受了刘仲敬的影响 有句话叫 英雄所见略同 就是神经病所见的也略同 他们就见过做起来的总统梦 或者是这种皇帝梦 说中国政府早就知道这事了 用不着我们给中国政府来反映这事 再又是呢 网友说 你可以到推特里头呢 看一看刘仲敬的这个推特 那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推特哈 他这推特呢 现在也有相当的信众 我就不给他打广告 我不跟你说他有多少信众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哈 我原以为他这里面呢 应该是很多人跟着他响应他的 因为之前我只是看了 某一个民运人士采访他嘛 连续采访他嘛 还有另外的一个网络大卫呢 就是专门是采访他 也不排除呢 就这刘仲敬呢 他就搞了这么一个频道 然后这就是他的一个形式 他找这么一个人呢 假装是采访他 而实际上呢 就是全是他 那个人问一个问题哈 然后他能讲半个小时 然后再问一个问题 他又讲半个小时 然后他那些话呢 也都是车轱轱话来回说 我昨天就说了 他为了说明A这个问题呢 然后他举例说B 然后他为了说明B这个问题呢 他举例说C 为了说明C这个问题呢 他举例说D 为了说明D这个问题呢 他举例说E 你知道吗 就是说呢 全都是去周他所知道的那些历史知识 他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逻辑 没有什么理论 其实看起来有理论 实际上没理论 就是超级能说 这一个人就跟着一说哈 就滔滔不绝 不过昨天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呢 说这一个人说话滔滔不绝啊 并不是说这个人就多了不起 他说你去观察那些神经病 就那话老险的神经病 他就那嘴根本就不停 有的那神经病呢 他也说起来的好像 他说的呢 也是旁征博隐 他那个嘴巴就不停 所以呢 说这个刘仲敬啊 实际上就是一神经病 然后呢 我就到推特里面来看 他这个推特里面啊 我看评论 其实都是骂他的 我看了有80%都是骂他神经病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不再说这个问题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关于这个张陶打人这事 张陶打人这事呢 这两天 哎 又有人来跟我说了 你你不要再说那个什么张陶了 张陶已经被捕了 然后仔细查了一下 张陶没有被捕啊 这个拘留和被捕不是一回事 如果他被捕的话呢 下一步就是控告他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被捕 我认为他这事呢 远到不了那程度 别说是控他有罪了 就是拘留他 我觉得都有一点过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啊 必须得搞清楚 就是那个被打的那个人呢 他到底有没有骨折 一个人如果打人 他确确实实造成了骨折 这就是造成形式上所规范的 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伤害了 如果造成了那个程度的话呢 就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否则的话 如果控告他呢 就有点过了 但是呢 我为什么说 我以中国政府呢 就是捏把汗 我为什么说 老跟那个爱国网友 我老跟他掰扯 我就是不想啊 让这些爱国的人 因为这件事情呢 就没完没了的 在网上炒作这件事 从而造成了这种舆论 给中国政府造成压力 中国政府就被这种舆论所绑架 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认为如果他没有造成肋骨骨折 也就不触犯刑法 如果说因为这个舆论绑架太大了 然后中国政府呢 把这样的一个人 来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 上升到这个高度的话呢 那中国政府这样做就是错的 它有一个严重后果 就是让中国政府失去信誉 失去信誉 为什么说失去信誉呢 中国政府觉得 我这样处理是对的 我那个什么 对民众有一个交代 但是你要知道 民众就更有话说了 他说你一个月 你为什么没处理 为什么现在你处理 对吧 然后民众就觉得说 舆论可以绑架你 下回还有舆论绑架你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第一呢 就是张涛这个人 现在我所查的呢 没有被捕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又传出来说呢 说中航纪集团的一个副老总 现在被提前退休了 这个副老总为什么被提前退休了呢 就和这个张涛有关 是这个副老总提拔的这个张涛 这事呢 我觉得呢 中国政府啊 如果是真的这么处理的话呢 也有可能是被舆论绑架了 中国政府千万千万不能被舆论绑架 如果你被舆论绑架的话 舆论就认为绑架有效 如果绑架有效 一而再再而三的有效的话呢 那这个舆论绑架就越演越烈了 就越演越烈了 关于提拔这个张涛这件事情啊 我就是想说 我不了解张涛这个人 不了解呢 你就不能下结论 我相信大家也不了解 大家给他下了结论说 这个人呢 他就是道德品质有问题 那你要是仅凭这一件事情的话 你真不能说他道德品质有问题 对吧 他有可能是一个什么人呢 这个问题也挺严重的 我一再的在我的视频里面说 就是他这个人啊 他酒后打人这事 因为一个人他喝醉酒了以后啊 他是失去控制 某种程度上呢 暴露了这个人的本质 就是说呢 张涛这个人 他本质上有可能有这种暴力倾向 如果说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他没喝酒的时候 他就有暴力倾向的话 谁提拔他的 谁真有责任 这样的一个人 你怎么能提拔他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他平常并没有 他管理自己啊 他不喝酒的时候 清醒认识的时候 他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管理的很好 但是呢 他喝完酒就闹事 喝完酒就闹事 这个呢 你能不能怪到 他上级集团提拔他的那位领导呢 我觉得不能 这个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他又不知道他喝醉酒以后是什么德性 对吧 再要是喝醉酒以后这种德性的这个呢 你怎么知道他那领导没有批评他呀 提醒他呀 什么的 这样的 其实一个人啊 如果说你喝醉酒就撒酒疯 喝醉酒就撒酒疯 这样的人其实不会提拔的 我原来在北京法院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还是我们常员法院纪检组的一个人呢 他的能力很强啊 这个人 理论水平都很强 就他清醒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你要看他清醒的时候呢 他是很有前途的 他很快能成为这个纪检委书记 他很快能成为我们的副院长 他很快能往上走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老喝酒 他还没有说喝酒完了以后呢 就闹事 但是呢 他就老喝酒啊 喝完酒以后啊 这个人这个形象真的很不堪 喝完酒以后啊 这个人其实就跟神经病差不多 就影响挺不好的 所以呢 我们常员法院一直都没有提拔他 一直没有提拔他 所以说张陶这个人啊 如果说他平常喝完酒以后 老喝酒老闹事的话呢 我感觉好像不会给他提拔到这个位置上 他有可能平常就是自我管理的 还可以 但是呢 我也不是说就一定哈 有的人说我给他洗地 我干嘛给他洗地啊 我就是在分析我们现在 我们所掌握的这些信息 分析他有哪些可能 我分析的只是可能 我也不是说下决论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个关于张陶的这个领导 他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事 当然这是呢 现在也是在网上的一个传说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好像确实真的 就是呢 说那个85岁的那个院士啊 我要给他打引号啊 这个院士 他出来说话了 他现在他终于说话了 然后也是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呢 是以他的口气写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他说的 我觉得应该是吧 谁会冒充他呢 对不对 那这个老太的呢 就是说话了 这个篇文章呢 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说这个老太啊 多了不起 多了不起 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学霸 然后呢 毕业以后呢 给国家的这个科研事业 做出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然后特别了不起 然后是一个院士 这个院士很蒙人的 我一直说 这个院士是一个草台子般院士 我们中国有院士的啊 中国的官方有院士的啊 中国两院院士 一个社会科学院 一个科学院院士 对吧 这老太的全都不是 他全都不是 如果你按照他吹的那样的话呢 他完全构格成为我们的院士 就中国的院士 但是他不是 他不仅不是院士 中国在院士下面 还有一级 对中国的科学事业 做出贡献的 叫长江学者 我的同学当中 我大学同学没有 我的大学是军校吗 军校没有 我的中学同学里面出了一个 严格的说 不是我同学 是我的校友 你想想这很不容易 我的校友里面出了一个啊 然后呢 我老公的大学同学里面 出了一个 而且是我老公 他的大学就出了这一个 就是长江学者呀 也是对中国呢 做出突出贡献的 以我对我的中学校友 那个院士 他的成就的了解 和对我老公的大学同学的 他的成就的了解 他们全都没有 这位85岁的老太太 在文章里面 所吹的那个成绩大 比他差远了 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呢 如果按照他吹的 那个成绩呢 他肯定都够格 做那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更别提这个成江学者 但是呢 他两者全都不是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这老太太这个文章里面的成绩是吹的 吹牛皮的 蒙这个网友的 这是其一 我对这个老太太呢 有看法 其二呢 就是 我们看到那视频里面 明明这个老太太呢 你看到那个醉鬼 跟他闹事 你非得往上凑 你都85岁了 你非得往上凑 对吧 然后你造成这个 我明明看看 真真的 并不是那个张桃有意打他 可是他在视频里面呢 就说这个张桃是打他 而且说张桃两次打了他 可是我们在视频里面只看到一次 就是把他推倒了啊 就是把他推倒 哇 那个喝醉酒的人 我跟那个 这两天老跟我掰实的 那个所谓的爱国网友 他是爱国的 很多的网友就质疑说 这个人肯定不是爱国的 没解 你别被他骗了 根据我的那个判断呀 他是爱国的 他只不过就糊涂虫一个 那我在说这个老太太哈 就这个老太太呀 他非得说 他是打了他 那我就对你这个老太太有看法了 那你老太太 你这么颠倒黑白 这可不对呀 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是说呢 像张涛这些人 就应该一撸到底 就应该把他所有的丑事 都给他揪出来什么的 这大搞一种 像文化大革命的那种 批斗似的 这老太太啊 怎么这么狠呢 对吧 这个张涛没有打他呀 这些全属是电脑黑白 我们看人视频里面 他就是这个罪鬼 在这个撕扯的过程当中 这个老太太被波及了呀 对吧 这老太太呢 说他有意打他 还打了他两次 造成他那么重的伤 我就认为这老太太有一点 不好 不好 这个老太太呢 人品有问题 这是我对这老太太的看法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老太太 他的同事啊 他的邻居啊 他的朋友啊 当中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老太太一定有问题 现在为了搞倒搞臭 这个张涛 真的是你电脑黑白就不好了 你就事说事 就事说事 就跟我似的 对吧 就事说事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他喝醉酒了打人 说喝醉酒打人 这个问题严重还是不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 对吧 然后我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的话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对吧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把这些事情 全都上升到中国政府 而且呢 在YouTube这种海外媒体上 进行没完没了的炒作 这个我觉得就别有用心了 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中国政府是这么大的一个政府 对吧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九千多万 九千多万上亿的党员 上亿的党员啊 上亿的党员里面 这个官员里面 你说这里面能没有害群芝麻吗 肯定是有的呀 害群芝麻它再多 它也是害群芝麻 它不代表着这个群体啊 明白吗 动不动就以官官相互说事 这就是上纲上线 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污蔑啊 因为官是什么呀 官就是中国政府嘛 今天我还看到 就是新疆的那小子 新疆的小子 天天就在网上攻击中国政府的那个哈 今天我还看到 他就搞了一什么 有一个小孩 那小孩被打的呀 我的天哪 眼睛全都疯了呀 说话 那个嘴巴都张不开了呀 一个小孩也就三五岁吧 看着特别可怜 然后呢 这个话外音就问他说 你这是被谁打的呀 被我妈妈 说疼不疼啊 不疼 为什么打你呀 也说不清楚了 那个嘴巴都张不开 然后这新疆的小子呢 贴这个图说什么呢 说在共产中国 像这样的事情 是稀松平常 稀松平常啊 你知道吗 好像说中国的小孩在中国 就是你放眼一看 有的是小孩被家长打 被家长虐待 你说多能攻击啊 非常能攻击中国哎 用英文 在推特里面用英文 就这个视频被蓬佩奥 被拜登他们看到的话呢 这绝对是又给中国 按一条罪状啊 孩子被打 被虐待 在西方也有的 这种畜生不如的父母 他就是一个个别现象 让他说成了 在中国呢 是稀松平常啊 是normal 再normal不过了 大家学英文 知道normal这个词吗 对不对 说在中国呀 再normal不过了 都被大家认为是normal 正常 都被大家接受 谁能接受啊 谁看了这个孩子被打的那个样子 都得心疼 都得骂那父母 对不对 他怎么是系统性的 怎么是中国系统性的呢 就这么污蔑中国 就拿张陶这事 然后呢 来污蔑中国政府 说中国是官官相护这个 和这新疆的小子 说家长打了孩子的这个 污蔑给中国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体制 有什么区别啊 可能情节轻一点吧 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吧 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爱国的话呢 你脑子得清楚点 你别干这种 亲者痛 求者快的事 你不要去给那些 恨国党低刀子 你不要跟着他们去 摇起呐喊 他们写的东西 你还到处转发 你都分不清 那是谁写的 智商不够的 就闭嘴吧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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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